从4月1号公众到现在 我们一共来了多少批物资 您有记录的 有记录的 也有分发记录的 你能不能公示给我们看一下 我不可能给你 我会给我们的两位老师 他们要公示他们公示 你给两位老师就是 我说自己和沈老师 和沈老师 好吧 你们去跟他交涉 那你就是说 你已经给他们了是吧 对 我东西都交给他们了 他们怎么分发是他们的 不是不是 我不是说 你听我讲 我只收总账 然后东西怎么分发 对的对的 我知道的 分发是因为东西到了新的东西 我们才讲分发 我是指4月1号到现在为止 所有来的东西 我都有台帐的 都有台帐的 我们可以居民可以看 这个你问他们两位去 好吧 我台帐可以交给沈老师和沈老师 已经结交了 是吗 已经结交了 他们如果愿意给你们看 我想问一下 已经交接了 第一个你听我讲 总账在我手里 不错 我对街道负责 我对他们负责 你也要对我们居民负责 我已经交给他们了 你们直接叫他 找他 您现在也要 我已经交给沈老师和沈老师 你不是对你的工作负责 你不要拿这种口气跟我讲 要对人民负责 我对所有的人负责 但是我不需要直接跟你讲 我跟沈老师讲了 我跟施老师讲了 我现在代表居民代表 你不要跟我讲代表居民 那我代表居民想问一下 好吧 我代表居民 我所有的东西 我全部有账 我全部端平了 你鸭子套餐拿到了吧 你拿到了吧 我就拿到一套 你拿到了吧 我想问一下510多的居民拿到多少 510多的居民拿到多少 他们没有拿到一样的 他拿到米了吗 他拿到米了 你拿到面条吧 你拿到面条 我没有拿到油 油现在就到了这点 大家是轮着的 那他们是拿到的吗 那我想知道 前面的物资一共是多少 所有的东西都是轮的 不是说一定要给你的 你搞清楚 所有的东西轮的 510多这边拿什么 你们拿什么是轮的 你不要跟我吵 好吧 你有问题 你去投诉街道 你有问题 你去投诉街道 好吧 我已经跟你这样讲了 你不用跟我吵 那我现在想知道 不可以是吗 现在我不会告诉你的 我不想知道明星不可以是吗 你不代表整个居委 你也不代表整个居民 你不代表整个居民 好吧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我代表一个古宗居民 你代表他们吗 你代表古宗居民 你问问他们 你叫他们签联名字 那懂一吗 你叫他们签联名字 好吧 他们同意的呀 如果你能够代表 经过一切事情你负责 我负责吗 你现在防疫你负责 你是局委书记 你是群众代表 你现在你有责任了 你是群众代表 你有责任叫我代表 那你要听我的 你听了吧 那我想知道屋子去哪里 你现在我不需要你知道 为什么不需要我知道 你到时候问施老师 好吧 那你之前的我也问施老师 你有什么不满意 你去跟施老师讲 好吧 我会对接施老师的 你有事情跟施老师讲 你现在什么都不管 我听你多讲 用这种口气跟我讲 有责任叫我代表 谁让你当过责任了 你算什么 谁让你当过责任了 我问你当过责任了 我只是想知道一下名字 你是谁 我是一个普通居民 不可以吗 你是普通居民 你就这样跟我讲话 那你又是谁 要人格尊严了 那您是谁呢 那您又是谁 你跑上来对我用这种责问的口气 你有什么责问的口气 我从3月1号到现在天天干 每天长八十个小时 我们这样责任没有干吗 你有我干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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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让我吵枪的呀 你现在是在问责任 你现在在 我现在只是想要一个真相 你现在在早餐 我只想要一个真相 你现在在早餐 你现在在早餐 真相知道吗 我只想要个真相 想要一个公平 不可以吗 你讲不讲道理啊